我是阿倫 今年30歲 我叫阿謙 今年28歲 現在住在台南 現在住台北 我是俄福中心理營隊的社工老師 是生技公司的業務員 那天晚上 我記得半夜 很大的窯洞 我睡的那間房間 是跟我哥跟我姐三個人住的 那我姐是睡下鋪 我跟我哥兩個人睡上鋪 擠在一起 那時候就一直在晃 就是睡覺 睡到一半我突然發現 因為我是趴著 我就睡到變趴睡 但是我突然發現我全身不能痛 但是我左腳好痛 我的左腳跟我的頭很痛 而且全身不能動你知道嗎 很重 怎麼搖那麼大力那麼恐怖 那我們就去找父母 那時候我們一開門看外面的時候 就看到我爸媽那邊房子 全部都已經平了 我就會開始大叫 到底就叫我弟啊 叫我弟的名字 沒多久我弟就被我叫醒了 然後我弟就開始哭 他就是 一直崩潰的叫 一直崩潰的哭 然後後來越叫越小聲 越哭越小聲 後來我弟就沒聲音 我以為我弟睡著了 那我們那時候 第一個反應是 找錯地方了 這裡不是 然後我們就往回走 沿路走到門口 對 然後因為那時候震得太厲害 真的震得太厲害 我們只能爬得走 就沿路爬出去 我就開始大叫 我就一直吼 我死命的吼 後來我舅媽就聽到我的聲音了 然後就用客家話講說 靈啊靈啊 輪在家 走得來走 就是找到了找到了這樣 好像到處都是火災吧 印象中 因為就天空都很紅 那時候我才八歲 對 我剛生小二 因為我們家人也是隱瞞我一段時間 才讓我知道說 都離開了 對 因為要辦法會 所以我必須要讓我先知道 因為我要旁到啊 對啊 我也是前一刻才知道 我因為我永遠記得那時候感受是 什麼叫做瞬間空掉 你知道嗎 對 但是其實我那時候 我覺得去面對應該會很可怕 所以那時候的小時候是沒有選擇去面對這一切的 是不敢去面對看 父母 真的被挖出來到整個過程的 整體 我那時候不敢去承認 應該這麼講 我們更相信我們父母已經跑出來了 對 只能這麼說 對 我們更想要的是 就是 這或許只是一場夢吧 就突然 呆住了耶 真的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這樣子 照片 黑白照片就在前面 然後上面寫著的名字這樣 他說當下心情真的瞬間就覺得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 我喜歡的是有聲音的晚上 我喜歡有吵雜的聲音 有存在感 我喜歡的時候已經開到睡著 然後起來 醒來的時候還有聲音的感覺 或許對我來講那是一種 周圍有人的感覺 可能在那時候會覺得孤單 你會覺得害怕 你會覺得沒有聲音太安靜太恐怖了 我現在睡覺的開燈就是那種真的是 大燈啊 對啊 就是這種天老闆的大燈耶 不是那一種 不是那一種切換那種小燈 不是耶 是那種大燈 那時候是很暗被壓著嘛 所以我對於那時候K暗是很敏感的 就是不敢關燈睡 會睡得比較安心 會睡得比較有安全感 我家人跟我講說 不要到處跟人家講說 隱私久了一受雜呼的人 那時候其實沒想那麼多就是小孩子嘛 就很聽話說 哦好 就是不要太主動講 啊當然我也自己也希望 不要被人家 有一種異樣的眼光看說 哦啊 你就是 你就是那個沒爸媽的小孩哦 這樣子 所以你爸媽都死掉了 這樣 就是不想 也不想要被 有所謂的貼標籤的感覺 一開始我們覺得 講我的故事很像在 要求別人可憐我 講我的故事比較像是在 討別人 同情 你會心裡給自己一個很大的局限 告訴自己 你過得不好 為什麼要跟別人講 或是你的出身不好 為什麼要去特別去要求 去講這樣的事情 就像是你為什麼要去特別表示 你自己的父母不在了 我們在社工裡面有一塊學習 就是要問題解決 我們在社工裡面有一塊學習 對但是 悲傷這件事情 確實他失去親人是一輩子的 一輩子的事 對那可是我們到底要解決什麼東西 我覺得那時候其實都會有一個疑問 是那個悲傷到底要多久 他們已經歷經這件事情 其實已經歷經那麼久的一段時間了 那 還會悲傷嗎 時間沒有辦法充當我們這一切的傷口 而且反而是會加劇我們 應該說是加深我們對這份情的一個思念 在有一次的機緣上 突然有老師問我要不要分享自己的故事 但當自己在分享的時候 分享分享的時候 就哭了 那時候其實那一瞬間 我都算是有點像醒過來 你知道嗎 原來沒有所謂的走出來 而是 它就是一個回憶 只是我可以用選擇什麼樣的 心情跟狀態來面對它 自己真正意識到說 921不會是個結束 如果我從來沒有去認真地認識它的話 我們會認為它結束了 但它其實還是緊追 伴在我們身邊 所以我才相信決心 讓自己好好的去面對這樣的過程 所以我認真要說我面對的時候 我可能已經花了 15年了 很多人都說時間久了就會好 但是不管過了多久 在這個傷痛它其實一直都會在 時間它其實只是會改變悲傷的形式 在狀況不好的時候 它就會被這樣子的一個悲傷拉進去 那狀況好的時候你就會看到它很努力的往前走 但是很努力的往前走的過程中 它也有可能有一天還是會再掉到那個黑洞裡面 所以我們覺得它不是一個是 好像過去了就會好了 對它是一直要在跟這個悲傷找到一個 它可以跟它平衡的一個方式 阿謙你在哪裡 好我在這邊等你 好 好慢慢來 多年的時間下來我覺得 我學會的第一件事情是表達 我覺得當每一個人遇到一個困難的時候 我們常常學會克服困難 解決問題 但我覺得 當我們會說出困難的時候 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存在 我覺得 面對悲傷這件事情好像從來 我們從小到大沒有人教我們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在華人社會裡面 其實有時候對於死亡這個議題 本來就是比較忌諱的 面對是要用大家跟我講的 不要哭 然後要堅強往前走 那樣子的面對才是面對嗎 心愛的東西不見了壞掉了 會不會也會讓你想要哭 我們可以直接去 幫助那一些可能是 還沒有面臨到這些事情的孩子 讓他們先知道 其實他也可以先幫自己 先打一些預防針 他可以先去儲備自己一些 因應的一些復原能力 當他自己有一天發生一些 比較重大的一些失落事件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怎麼樣子去處理 跟面對這件事情 解讀九二一件事情 用越來越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 我只會想說 我爸媽用他的命 換我一個更好的生活 我坦白說我一直想法都是這樣子 我從來不覺得我爸媽的離開 是對我的不公正 是對我的不愛 我都把它擺在是 他真的好愛我們這些孩子 愛到用他們的生命來換取我 更好的未來 更好的生活 或許他們真的覺得 他們不喜歡我跟他一起過著哭的日子 這就是心裡面的 其實心裡面想很多 我看有變 我父母我會羨慕嗎 會 但我更新為的是 我爸媽給我的一個新的起點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講到一番就會想哭 或者是說怎麼樣 透過今天的訪談也順便讓我 再整理自己 因為其實看我現在 我過去剛剛在跟你分享 其實 心是在轎 你知道在那邊反動 但 就覺得 當然會很難過 但我覺得 也會有開心 就是說 可是我現在很努力的在生活 可是這不代表沒有傷痛 我也想要知道說 我現在跟他相處得怎麼樣 我也想要知道 因為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我的家 我超想 到現在還是很想 甚至還是會想要 甚至也會想 幻想著說 回到家打開門 喊一句 爸我媽我回來 這樣 那種感覺也好 弟弟妹妹一起玩 一起吃飯關心 你會想我嗎 想我的時候 你都在做什麼 這一天 來得好突然 連好好說再見 都來不及 分離讓我們 都覺得很沉重 面對死亡 我們都一樣很害怕 也很渺小 回不去是我們 對過去的日子的懷念 我知道生命的空缺 很難填補 但是我看到你很努力 辛苦了 是我最想對你說的一句話 我看來不及了 我看你後來不及了 我看你 你不及了 我看你 你不及了